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83940这样的温度 应该这几天是不会出现了 那么同时各地午后雷震雨的几率 也开始往上升 像昨天北部地区的山区 午后就下了一阵雨 消暑的效果其实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家午后就下了一场雷震雨 到了晚上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凉爽很多 好 当然这个午后雷震雨的各地的状况 其实还很难预估 那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先准备雨具 因为现在午后雷震雨的范围 其实很难预估 各地目前预测降雨机率其实不高 可是呢因为它现在呢 从太平洋高压然后转为呢 那么低压开始对于台湾的天气呢 产生了影响 所以呢产生的这一个不稳定性呢 也开始增加 好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是晴 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影几率3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5度 中部地区多云到晴降影几率只有1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4度 但是呢山区呢 仍旧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降影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降影几率是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 澎湖地区晴时多云降影几率是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2度 中央气象局今天还是发布了高温资讯 主要集中的呢 还是在东部地区 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 包括了东部地区 尤其是花莲县重谷 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38度的高温 那么宜兰台东 也可能会在中午前后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北部地区当中的台北市 新北市因为盆地的关系 中午前后也可能会出现 36度的高温 南部地区就直接是很热了 高雄市屏东县 在中午前后也可能会出现 36度的高温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高雄宜兰台东 澎湖是28度 台南29度 花莲是27度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全数下跌 那么昨天呢在美股盘后呢 沃尔玛所公布的财测是 今年的第二度调降财测 再加上呢通用汽车 公布的财报也令人失望 同时呢再加上这个美国的资商会 经济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呢 也疲弱 低于预期 所以呢这些都使得美国股市呢 出现了下跌 反映的是衰退的压力 好这里面呢道琼工艺指数下跌了228点 收盘指数是31761点 跌幅0.71% 纳斯达克下跌了220点 收盘指数是11562点 跌幅1.87% 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45点 收盘指数是3921.05点 跌幅1.15% 费成半导体更下跌了46.08点 收盘指数是2778.96点 跌幅高达到了1.63% 好那当然其实还包括了就是 美国五大科技天王呢 他们的财报会未来这几天 其实要公布 然后联准会呢应该会在明天台北时间的清晨 公布他们的这一个会议的决定 要升级三马的决定 然后同时呢周末的时候呢 美国还会公布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现在呢包括了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 还有包括了美国经济委员会的主任 都出来打预防针 第二季就算计真年率 连续第二季的是负成长 他们说也并不是真的代表的经济衰退 经济学家认定的经济衰退 跟市场上认定的经济衰退是不一样的 所以看起来第二季所公布的 这一个经济成长率恐怕也不妙 好所以这些因素呢都导致了美股的下跌 台股相关的ADR呢 自然也是全数下跌的 而台子旗的夜盘呢 也因此下跌了67点 好在油价的部分呢 反映的还是衰退的压力 所以呢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继续下跌了1.72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94.98美元 跌幅达到1.79% 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则下跌了0.73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99.46美元 好这是在油价的部分 不过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是大涨的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是大涨了3.87% 芝加哥小麦期货 大涨了4.51% 芝加哥玉米期货 大涨了2.72% 好乌克兰还有俄罗斯 跟土耳其分别签署了 粮食出口协议 但这个出口协议呢 不能够顺利的执行 市场其实有很多疑虑 所以在签协议之前呢 大家预期说要签协议了 先跌 但是呢签完协议之后呢 那么大家观望可能不见得能够执行 所以呢出现了这一个这个上涨的情况 好那至于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那么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小跌了1.40美元 美奥斯的报价是1717美元 跌幅0.08% 而白银的期货上涨了1.13% 铜的期货上涨了0.89% 以及靶金的期货上涨了0.41% 这里面呢尤其是铜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还有铁矿砂 它反映的是美国 中国大陆呢在昨天 他们要包括了就是房地产基金 重建基金这件事情 希望来拯救烂尾楼这件事情 所以让很多原物料的需求 认为可能会有增加 所以你看到很多跟 尤其是跟房地产有关的原物料呢 在昨天反而是大涨的 那反映的是中国大陆的 这个重建基金相关的这些讯息 好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因为欧元剧烈的贬值 所以使得美元指数呢 上涨了0.69% 来到107.22% 这里面呢欧元对美元呢 继续的贬值了 0.9687% 那么来到了1.0121对1欧元 好所以呢这个呢 是又重新回到了上个礼拜 欧洲央行升息之后 然后欧元有一度的反弹 但现在似乎呢 又打回到升息之前 好至于在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比价指数 小跌了0.02点 那至于在法国的部分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26点 跌幅0.42% 德国普兰克指数也大跌了113点 跌幅达到0.86%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了 首先呢是国际货币基金呢 是今年度第三度调降 全球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事实上呢 他从去年预测全球经济成长率 百分之4.9% 去年10月预测百分之4.9% 到了今年1月的时候 下修为百分之4.4% 到了4月的时候呢 再修为百分之3.6% 现在7月再下修为百分之3.2% 所以就是下调下调下调 就每一季都在下调 对于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而且国际货币基金呢 还提出了预警 他说呢还有一些变数 使得呢可能还要再调降猜测 包括了经济预测 包括了就是俄罗斯会不会 突然的断欧洲的气 天然气 还有包括了通膨居高不下 会不会是各国央行呢 暴力式的升息 那么第三个是新兴经济体当中的 尤其是一些可能面临破产疑虑的 这一些国家 会不会出现骨牌效应 然后第四个当然就是 中国大陆有关于疫情防控的部分 好所以各地其实都有可能 成为未来经济萎缩下调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那除了这一个 这个经济成长率之外呢 上修的是通膨率 上修今年全球通膨率是6.6% 在各个地方来看的话呢 美国中国印度欧元区的经济成长率 全数下修 好这是国际货币基金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呢 美国的经济资商会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是95.7% 100以上是有信心 100以下其实是呢 信心有点这个疑虑 好那原本预期呢 应该是97.2% 但是比预期要来的低 代表经济信心上面确实受到了影响 不过华尔街的多项指标呢 却显示不一定会真的进入衰退 那么这个指标是很分杂的 首先呢在亚特兰大联准银行 它有一个经济模型叫做GDPNow 那么在GDPNow这个模型当中 认为美国的第二季经济成长率 会跟第一季一样 计增年率是负的1.6% 好那这礼拜五就会公布了 就会知道了 但是呢那么根据华尔街的这个调查 这个呢是道琼公司所做的调查 在华尔街包括了很多的银行 包括德意志银行 美国银行 还有野村等 都认为经济呢 虽然会衰退 但是第二季应该还有1%的计增年率 好那这礼拜五就会揭晓了 我们可以来观察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全球负利率的债券规模呢 也因此降到了7年来的低点 这负利率啊 其实在经济最萎缩的时候 COVID-19刚爆发的时候 全球的负利率债券呢 曾经一度高达2.4兆美 不是184兆美元 全球包括了欧元区 很多的这个债券都达到了负利率 那么但是呢 现在呢 全球负利率的债券呢 只剩下2.4兆 从184兆降到2.4兆 连零头都不到啊 那么而且这里面呢 大概八成以上都是日本的债券 才有负利率债券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韩国 韩国昨天公布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计增年率达到了0.7% 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增率也有2.9% 其实比预期要来得好 所以这也使得韩国呢 在未来其实有更多的 升息的空间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盟为了要省天然气 昨天呢欧盟的 这一个能源部长呢 借由这个表决的方式 决定从8月开始 一直到明年的3月 冬季呢 要减量这个天然气的使用 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啊 强制性的减少15%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部分国家 还有部分产业 豁免这一个使用量 要缩减15%的规定 比如说有一些呢 它并没有跟欧洲的天然气管线 接通的 它是用液化天然气的 那这个不受限 另外波罗的海三国呢 因为他们现在还用俄罗斯的电 那如果说真的俄罗斯连电都断的话 他们就需要大量的天然气 所以呢也不再持线 另外有一些产业 比如说炼钢业不再持线 但是呢这一个限量使用天然气 这件事情对欧洲未来的经济会产生冲击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欧元之所以继续贬值 跟这个消息有很大的关系 好在财报的讯息的部分呢 温瑞士今年一个月之内呢 第二度的调降财测 上个月呢它才调降了 估计要降一个百分点 但是呢这一次估计呢全年的营收可能会下调 11%到13% 调整的幅度相当的大 而且沃尔玛并不是唯一的一家 那么Target目标百货 今年也是一个月之内 两度的调降财测 但也有表现良好的 比如说像车用晶片恩智普 它的营收呢 不但表现良好 而且毛利率呢还往上调 而且它调高了今年全年的营收的财测 所以车用晶片 尤其是能源车 还有新能源车跟这个智慧财产 智慧车的这个发展 所以使得车用晶片 看起来目前还是少数能够维持的强势成长的公司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阿里巴巴昨天呢 那么申请在香港呢 转为第一上市 它现在就变成了在美国纽约的证交所 以及在香港的主板呢 那么双主上市 就两个都是第一上市 原本呢 它是纽约第一上市 然后香港第二上市 可是现在如果说呢 中概股必须要被迫下市的话呢 那么第一下市 第一上市的这个市场下市之后 它第二市场也要跟着下市 但现在如果变成双主上市的话 那么就算它从美国下市 在香港仍旧可以继续的这个营运 而且它可以列入这一个护港通当中 就是入港通当中 就是中国大陆的资金 也可以去买阿里巴巴在香港的股票 好这个消息使得阿里巴巴的股价呢 硬生大涨 可这个趋势可能对于很多 可能被列为有保密资料的公司 未来都必须要采取这样的模式 以免在美国下市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呢这个渣达银行 对于中国大陆的下半年的经济部署呢 那么提出了他们的预测 他们预测中国大陆呢 应该不会再要求GDP年增率 达到5.5% 但会要求失业率要降到5%左右 同时下半年的聚焦会是在 房地产政策 为了解决烂尾罗会释放出更多支持房地产行业的讯号 而渣打银行估计呢 今年全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是4.1% 那这个礼拜五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应该会举行 那这时候就可以更明确的看到 它下半年的这个发展方向 好陆港股的部分呢 在昨天呢是雅股当中最强的 上证中和指数上涨了27点 涨幅0.83% 深圳城市上涨了116点 涨幅0.95% 香港恒生指数则大涨了342点 收盘指数20905点 涨幅1.67%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昨天呢今年上半年的 这一个受险业呢 公布了所有的净值就根据金管会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 受险业到6月底的净值只剩下 1兆2555亿元 整个上半年呢 它就蒸发了1兆4667亿元 是腰斩还打九折 所以跌幅是相当的重 主要原因是因为上半年股市跟债市都不好 所以他们的投资呢 在账面上面呢 出现了亏损 不过金管会很快的出来呢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说不会有问题 因为事实上这是一个长多的一个讯号 而并不是短期的问题呢 可以解决 那当然这一个短期上面就要看各个公司的净值影响如何 好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房地产的部分 很明显的降温 那么内政部的讯号显示呢 上半年的房地产交易量 年减百分之2.4 而就这一个房地产的贷款的部分 不管是一般住宅贷款 或者是建筑融资贷款 年增率都往下滑 来到18个月来的新低 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稳貌啦 还有包括了记忆体的历程 都提出了库存的压力 所以呢可能下修猜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